尖断性禁食亦有人叫做轻断食 如果你听过尖断性禁食的好处 在想到底我要不要做呢 或者你想知道多些 这个视频就送给你了 听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 尖断性禁食原来是这么容易做 这么简单 而且对身体有这么多好处 没理由不做的 我叫Angela 是美国认证的健康生酮和尖断性禁食教练 在《豆豆厨房》这个频道里面 我们会继续分享生酮低碳的美食之外 我们也会分享生酮、尖断性禁食的常识 还有更多的健康资讯 欢迎你订阅、转发 可以帮助我们将健康的讯息带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现在一连五集 分享如何开始生酮饮食 今天是第三集 之前那两集我们就介绍了 什么是生酮饮食 以及对健康减肥有什么好处 今天我们就谈一下 什么是间断性禁食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 什么叫间断性禁食 或者有人跟你说 168、204、Omad 到底这些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将我们不吃饮食的时间尽量延长 吃饮食的时间尽量缩短 你可能会说 我三个小时不吃饮食 已经饿到头昏了 其实这是习惯 当我们慢慢去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适应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你晚上十二点钟睡觉 翌日早上八点钟起床 那你已经有八个小时 不用吃饮食 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 不会半夜起床去找食物 假如你八点钟吃完饭 你又不会去吃零食和宵夜 翌日早上八点起床 才吃早餐 无形钟不知不觉 你已经做了十二个小时的间断性禁食 一六八就是在刚才十二个小时的情况 你再移动一下时间 就变成十六个小时不吃饮食 在八个小时你吃完 你一日所需要吃的食物 在这个基础之上 过了十六个小时 你都不觉得肚饿的话 你也可以继续延长 你不进食的时间 去到十八个小时 或者二十个小时不吃饮食 二零四就是二十个小时不吃饮食 四个小时不吃饮食 一日吃一餐 一餐的时间可以是两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 即是有二十二到二十三个小时 你是禁食的 吃饮食的时间 缩短了在一小时 或者两小时里 吃完你今天要吃的食物 当然了 我不希望你一步达到 一日吃一餐 这个间断性禁食 我希望是循序漸进 让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腸胃 慢慢去适应的时候 你就会做得更加容易了 间断性禁食的好处 简单来说 就是当我们不吃饮食的时间 延长了之后 帮助我们的腸胃 得到充分的休息 也帮助我们身体里的糖分 胰岛素都会降低 帮助我们减肥 减血糖 也减少了身体的发炎 头脑变得更加清晰 情绪稳定 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觉得 我瘦得快很多 皮肤又好了 个人又精神了 心情又好了 而且身体的毛病也少了很多 到底在我们做间断性禁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在我们不吃饮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有食物 他会自己去找食物 他就会启动了一个 叫做细胞自食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将我们身体里面 老旧病残的细胞消化了 然后循环再用 生出一些全身健康的细胞 而且还会将我们身体里面的病毒 细菌都消灭了 长期进行间断性禁食的人 是会比同龄的人更健康年轻 免疫力强一点 没有那么多病痛 而且更加长寿 是不是很厉害呢? 其实这个就是上帝做人的精妙之处 它让我们身体有一个治愈的功能 你想想过去几千年来 绝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一天三餐这个概念 只不过是因为近几十年来 我们物质丰富了 养成了的生活习惯 不单是一天三餐 我们还有无数的零食 还要小吃多餐 你看一下养成了现在 那么多肥子肥女 而且还有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当你进行了生同饮食一段时间之后 你吃进去的食物是有机草治健康的油 这些食物都是营养丰富而且低碳的 你的健康状况和你的体重都已经有所改善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如果有进一步减肥的需要 或者健康方面的需要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间断性禁食 那么我就建议生同饮食和间断性禁食一起做 因为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是更加有效的 那么加快了我们减肥的速度 也在生同的状态里面我们没有那么肚饿 容易坚持这个间断性禁食 再加上在间断性禁食的时候 启动了细胞自食的功能 令到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不过在这里我就想强调两样东西 如果你还没开始健康的低碳生同饮食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一开始就进行间断性禁食 因为在高碳水的情况之下 你每两三个小时就想吃东西了 其实是令到间断性禁食很难坚持的 第二就是我们不是去追求一个更加长的禁食时间 而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禁食时间表 有些人他一天一餐是ok的 因为他在那一餐里面 他可以吃够自己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营养 而且他有减肥或健康方面的需要 他要这样做 那我自己呢 我就试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我才找到186204才是我自己最舒服的禁食时间表 那开始的时候呢 我也有点点困难的 因为习惯了早起床就要吃早餐 那我就用了防弹咖啡或者防弹奶茶 来帮助我推迟这个吃早餐的时间 其实就是在茶或者咖啡里面 加入一些牛油 椰子油 或者是mct oil 一些heavy cream 可以帮我把这个早餐移到几个小时之后才吃 因为你喝了这杯咖啡之后 你会有饱腹的感觉 那今天我们就会简单分享到这里 明天回来是第四集 我们会分享一下 在生酮饮食里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才不会发生副作用 还有呢 如果你想知道一些中餐的低碳生酮食谱的话 其实之前我们也录制了很多 那你可以在我视频的下方 你找到有一个playlist的连结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分享的讯息 请你点赞留言和转发 让更多朋友得到健康的讯息 说不定你一个小小的动作 可以救人一命的愿神祝福你